腐蚀在婴育儿生长发育期 起到成上起下的作用 是奠定宝宝一生健康的根基 很多家长在添加腐蚀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见招拆招 老公 妈那米粉当然不爱吃 不爱吃 是不是因为牌子这事 可能不爱 勺子没有 我忘记得再吃 那米粉那有勺子 那吃大油啊 你要说吃油 现在马上去买去 那你带两分 那你就这么馋了呗 刚开始添加腐蚀的宝宝 对于食物本身味道的接受度 是远远高于承认的 宝宝不太可能因为觉得腐蚀没有味道 就觉得不好吃 除非大人给宝宝过早的尝试了有味道的食物 成人之所以会觉得宝宝的腐蚀没有味道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习惯了通过不同的方法烹饪和添加调味料带来的重口味 因此难以觉察食材原有的味道 而宝宝对口味的要求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挑剔 家长们不必过于担心宝宝因为味道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腐蚀 首先我们根据中国7到24个月龄应幼儿平衡膳食宝塔 7到12月龄的宝宝每日应摄入25到100克的蔬菜 13到24个月龄的宝宝每日应摄入50到150克的蔬菜 如果宝宝不爱吃蔬菜 要找到宝宝不爱吃蔬菜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蔬菜不好嚼 家长可以将蔬菜做得更顺一些 如果是因为不喜欢蔬菜的味道 你可以变换蔬菜的制作方法 对稍大一点的孩子来说 家长可以让他参与到买菜洗菜的过程中 参与感能让宝宝对食材的接受度更好 主要是进食量低 进食量低分两种 一个是绝对进食量低 常见的表现就是宝宝挑食食欲差 吃得少 从而造成宝宝吃不好长不好的现象 这种情况家长只要针对原因应对方法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相对进食量低 这个是家长们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宝宝看上去吃得非常多 食欲非常好 但是宝宝为什么会长得不好呢 就是宝宝实际的量和营养不足 也就是蛋白质能量比 质量低分 也就是这质量低分 质量低分